在裁缸进入第一周就有民众爆料 台电供电开始降压 工厂跟用户端用电都遭降3% 这过去只发生在夏天的状况 这回罕见秋通就降压了 专家表示就证明现在就是缺电 更透露如果降压的频率太高的话 可能还会耗损洗碗筋等家电的寿命 11月才刚开始 变天入冬倒数中 民众却踢爆台电供电已经开始降压 11月3号中部某工厂电压 从22,800伏特掉到剩22,000伏特 被台电降压约3% 南部某冷冻场也有类似情况 只是过去降压都在夏天 这回却罕见秋冬降压 难道电真的要不够用 供电端不足了 很简单的道理 只好就是降一点点 然后再满足多一点的需求 大型基础都全部停掉了 供电补不上来 那光电已经到了平均 减缺电了 不可以这样加线 台电说是气候因素 11月温度高 用电负载过大 加上秋冬大型基组都在碎修 供电相对不足 台北市长柯文哲炮轰 这不就摆明夏天百分之百缺电 如果在秋冬就要降压 那往前推 那在夏季的兼风期 是不是就电不过 这是民进党政府要回答的 因为你是当家的 你是执政党 我看台湾今天都是这样 怎么都是执政党在监在野党 我觉得很奇怪 台湾的电就是不够用 但蔡政府却死成硬说很够 前途头马英九炮轰 就谎言根本一下就会被戳破 不但是能源安全 也是国家安全预定 台海群势紧张 因为液化天然气的船进不来 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不要说是打仗 台风季节 只要有一艘船到不了 我们在中央的时候就很紧张 马英九还怒批 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减碳 只有民进党逻辑不通 还捧着废核神主牌 核能本身的布海滩 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绿能 他们不晓得核电也是绿能 干嘛一个绿能取代另外一个绿能 完全不通的 台湾缺不缺电 如今罕见秋冬降压 直接把现实摆眼前 执政者还想用什么借口 告诉百姓 我们不缺电 只有王志文离选